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5号对泰国进行正式访问 在与泰国外交部长的会晤当中 双方就建立中泰命运共同体 达成了共识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在与泰国外长会晤后的 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当前世界充满乱象和变局 但中泰关系稳固前行 前景光明 当天的会晤 谈及的议题都是友好与合作 特别是双方确立 共同打造中泰命运共同体 将有力推动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 首先我们都同意 我们双方要共同建设中泰的命运共同体 把它作为两国关系的 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要通过我们共同努力 来开创更加努力 更加繁荣 更加可持续的中泰关系的 美好的未来 王毅指出 建立中泰命运共同体愿景的确立 不仅为中泰传统友谊赋予了新的内涵 也将大力推动两国各领域的合作 这个愿景的确立 借为中泰一家亲的传统友谊 赋予了新的时代的内涵 也为我们全面战友传统关系 注入了新的动力 开辟了新的前景 我想它将使我们两国人民 对中泰关系的发展 更加充满信心 同时两国各个领域的合作 都会大踏步向前推进 泰国外长敦帕马威奈 在发布会上也表示 今年是泰中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 双方要为实现更稳定 更繁荣 更可实际发展的 泰中命运共同体进行实践 凤凰卫视旅员员 王涛 泰国曼国道 敌人 敌人